前往黑霧的位置 這個就存檔點嘛 星火嘛 傳火嘛 靠北又來 這些蝙蝠真的是很靠北 夠囉 夠囉 開始噴塌了 唉唷快走快走快走 歐賴勒 使用牽引 這麼酷啊 靠要受痛 我根本沒有時間看你講什麼啊 躲起來 還不死還不死 有硬到餒這傢伙 還打誰啊 啊 替身死者嗎 結束了 這血他媽超多 等一下技能喔 呃 空中戰死這個血學一下 技能的方面呢 我現在連血都沒血 閃電打擊 發射了一枚閃電 時間禁止 待會再說 空中 我靠 是怎樣 開始坍塌啦 我剛剛說用牽引我直接空白鍵跳起來了 哈哈哈哈 衝啊 出口就在前方 哇 卡特 卡特 歐買尬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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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下去 衝下去 哎呀兄弟 啊 回事回事回事 又起來 空中亂甩那個 他被放完之後在空中亂甩啊 天啊 不要再順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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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 打完了 炮喔 他在幹嘛 上方的吊車看起來和水中的石板有所關聯 水中的石板 對齊嗎 我要怎麼上去 我要怎麼上去呢 又是一個解謎 嗯 這裡 不死 不死 這裡啦 我靠背勒 故意的 行喔 喔 讓你多跑幾趟啊 啊 浪費你的時間用的啊 告屁事 我怎麼知道什麼卡特要放棄這裡 不要問我 我從頭不知道 我操了 哎 我揍人了 我真的要揍人了 小跳步 我只是小跳步你現在他媽給我衝過頭喔 遊戲性很不好喔 遊戲性很差喔 那不是要提早跳 嘿對 那改成要提早掉了 靠北 根本不用盪啊 還需要盪什麼 哈哈 拉 有了 這邊路開了 然後呢 我們要到對面 直接崩給你看 看起來可以幫助我過去 可以啊 過來了 10度上的鎖鏈 嘿對 感覺要塌了這樣子 有了 死你了 喔 前面就是掉車 我想 我能到上面去 夜市 喔耶 壓下來了 水閘開了 獎盃升起 限單 馬上 什麼 AT立場啟動 來喔 喂 到底太多隻了吧 進到 直接把他撞掉 誰啊 喔又是蝙蝠 我超恨這個東西的 哪有人蝙蝠血那麼多的 不合理對不對 我覺得應該要改一下他的血量 該改了 靠北雙重的唷 不合理啊 蝙蝠的血不應該那麼多啊 超級不合理的 歐買尬 歐買尬 蝙蝠走開 天啊 太多啦 歐買尬 怎麼會有紅色的 紅色加比較多的意思嗎 210了耶 可以點個技能嗎 閃電衝擊 閃電衝擊 阿怎麼用 我點了阿 我點了閃電衝擊了 我點了閃電衝擊了 怎麼不來一發呢 結束你阿 結束你阿 好啦 喔 終於 應該就是卡特剛剛在找的寶物 吓 卡特剛剛在找的寶物 阿這怎麼用 嗯 閃電打擊阿 提高自身奔跑速度拉 哎 解鎖了 哎我沒解鎖啊 按三下f 哎為什麼不能學 我不是240了嗎 不給學 時間禁止 哎這些不給學就對了 潛人了 哦 qe 這不能學 奇怪了 明明就有點數不能學了 請先解鎖時間禁止哦 好 這裡 好就解鎖了一個 有了 f兩下f三下 好了我會了 先撿一下這個 我缺技能經驗值 好了撿完了 我來看看 按錯了抱歉 我得把這個雕像 帶給博士 帶給博士 啊重點是我現在來都不知道來到哪裡了 博士 我可以從那裡出去 走杯 哇 哇 他了又來一隻 有完沒完 哇 被咬了 哇 看來是逃不出去了 又掉進來了 跟著他一起 地下道 地下道 這 我又來了啊 哇 呼呼呼呼 OMG 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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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能處理 行天 戰神行天出現了 行天 按兩下 按兩下時間禁止 哦這可以 時間禁止可以哦 要慢更比較快 他動作變慢了可以趕快用刀砍 行行行多了這兩個技能就好打多了 可以啊 可以啊 正確在握了 他動作也沒有多快 可以嗎 時間禁止 他怎麼沒有被禁止到啊 哈哈哈哈 哪一個咧 沒有丟到就沒被禁止到嗎 沒有丟到就沒被禁止到嗎 怎麼可能 我以為他死了耶 哇操哇操 OMG 靠你根本就沒有死啊 完了完了完了 這個難度 這個難度 我以為他死了 我以為他死了 靠 靠 靠 腰 等下會不會變成超戰神行天 超戰神行天 就這樣出現了 混獸之鬥哦 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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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行還行還行 完全對外沒有用 OMG會死會死 快跑哦 快跑哦 贏了 你該不會又要再起來了吧 等一下 哦 要進行處決技啊 死吧 哇 最好是力氣這麼大啦 鬼少啊 欸那什麼東西 哇 結束了 你本不是黑暗 必將 歸於光明 感謝支持光明記憶 第一張未完待續 啊 結束了還不錯還不錯 可是我覺得整體上 有點太混亂了 真的 藏著一個密室 拉動密射搖桿 好 拉看看好了 還有後續啊 第一張結束 然後呢 哇 哇 這些屍體 看起來不像是那些怪物乾的 地面的血跡還沒有凝固 發生的時間可怕不算太長 他們是誰 為什麼要把這些人掉在這裡 結束了 未完待虛 搞不好 威克幹的 嘻 哇 欸 還有後續喔 這是誰 不知道誰來了 來個康上 S 喔沒有 死亡數是5啊 不是S 好的 結束了 好吧 個人覺得這遊戲性還不錯 可是有一些還是有一些缺點在啊 比如說 跳躍沒有辦法抓那個輕重 跳躍無法輕重之分 然後呢 呃 蝙蝠的血太多了 照理來講應該射個45槍就得死掉東西 媽的射十幾十幾二十槍射不死 就很靠北 欸有新皮膚欸 看一下 學院風 哇靠 等一下他這裡面 那個學院風前面那裡面是 沒穿是不是 OMG 好可以 阿總不能360度探視這樣子 喔有沒有看到有沒有看到 好像是耶 算不算這不是重點 呃 重點就是這遊戲個人覺得還不錯 那希望他可以再做多一點優化 我覺得是 場面稍微有點混亂 有時候敵人來的那個 那個感覺有點混亂 還有一點就是 他的那個衝刺閃避不能按W加SHIFT 他只有A S跟D可以使用 所以說用起來 如果後面有敵人的話呢 是我直接尻到你的 那或者是像剛剛有一個畫面是我 SHIFT加S 直接掉到無底洞裡面 好就是各種的問題 啦 總而言之其實真的是不錯啦 以一個剛出 然後售價以之後 一百多塊兩百多塊吧 是不是 我看一下大概多少錢 這遊戲大概多少錢 呃 一百三十八塊 我覺得算蠻佛心的 真的 能到這種質量打擊 打擊感也算OK 然後動作流不流暢 我覺得可以算給個80分 可以賣一百三十八塊 還不錯啦 好不好如果各位有興趣 可以自己去買看看 我在Steam上面 好不好 那麼今天試玩 先到這裡結束啦 趕快各位收看 如果是喜歡我的影片 那些左下角給訂閱 右下角給喜歡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有機會等他第二張出了 我們再來玩吧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 by bwd6